完成十五千里的3.85 国安马王子李志凯 在成都市大运安马决赛中 再次上演完美落地 以15.500分 报回继2017年台北市大运 2019年拿破李市大运之后的第三面金牌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压力存在 那我希望把这个压力转换成动力 对那也不希望给自己太大的负担 前一天在个人全能退赛 就是因为肌肉不适 想让身体好好修养 全力把重点放在安马决赛 果然状态调整到最好 第三位登场完美演绎 汤马是回旋 因为毕竟是最后一届 所以希望可以好好享受这个舞台 然后尽量把自己的经验 传授给各位学弟们 其实原本决赛难度分只拿到6.4 但经过申诉之后 最后上调到6.5 成功将正面金牌带走 而中华队这个项目获奖的还有他 一样去朝着自凯哥的方向前进 那其实也比了这两个年期 对安马也比了蛮多场 所以其实也算是蛮有一些想法跟经验的 压轴出赛的肖又然同样展现稳定表现 成功逆转日本名将宣和摩 以14.933分夺下铜牌 这也是他第一面世大运奖牌 但肖又然有别于分数大幅领先 笃定摘金的李志凯 心情很忐忑 最后宣布分数那一刻 李志凯给了肖又然大拥抱 两人的好成绩让中华队在安马项目 一口气进账一金一桶 也缔造首度在世大运单一项目 至少拿下两面奖牌的新纪录 TVB的新闻徐某杰 蓝玉铭 四川成都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